哈哈哈哈 而且我觉得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六个框是不是他比我更合适 正好你们三对好像我有点多余 就这个人物关系多符合今天的剧情啊 就要劲还没过呢 你的脸色你现在像要劲没过的 他像是快过去了 你往里面我往里面 然后大家总觉得好像 数亚男的武功好像是一般 但是其实数亚男的武功非常高 所以我愿称数亚男是一代豪侠 但是其实也有也有柔情 柔情具体怎么体现呢 就体现在云自觉那首歌上 你知道吗 好听好听 介绍苏明玉 世家公子 行走的ATM机 就是有钱 第三个词你未必会拱手了 我先钉给他 你家儿子 我来问一下小童吧 因为这两天我看你们两个的戏 就是你们两个那个CP戏 特别就是能让我磕到 那一场就是喝你喝了酒 然后他背着你回连生坊的时候 那场为什么没有亲亲 其实我跟你说啊 这个东西他也要讲究一个分 他要开始了 那个时候亲嘴有点有点早 我作为观众的理解我是这样 就我作为一个直男观众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我觉得云香是一个 你发现没发现 云香每一次他跟那个书亚男的尾系 都是书亚男主动的 云香只是不拒绝而已 对 云香只是不拒绝而已 我这怎么卡 云香和书亚男分五个苹果 怎么分最平均 云香和书亚男分五个苹果 怎么分最平均 一人一口 一起吃 对 一人一口 一人一口 一口呀我一口 你一口呀我一口 那这个 这面小天问吧 我还没说正确答案呢 哦哦哦 我以为不到了 我问了 sorry 正确答案是 小彤我错了 榨成果汁一人一半 有人说小哥睡着了 小哥在陈思 在想这道题 又在陈思 你不说 你不说这句 他还可能陈思 你说完走了 对不起 他可能网了就是不行 他又卡了 他那好像那网怎么的 上海的网就不行了 上海 没有啊我们都在上海啊 回来了 挺好的啊 他都挺好的 就他不好 可能他那个屋砖头比较厚啊 如果热度是26000的话 那就我们就发个朋友圈庆祝一下呗 你好抠啊 我给你点个分 真的小 这很少发朋友圈的 小彤呢 啊你这样就给他过了 过了因为时间有点来不及了 那我 我说一个大的 那就是 所有人 接力唱云自觉 这个不错 这个好 好 这个好 好 这个好 小彤这个第一次 可以唱 这个好 这个好 我要唱那个鬼弯的句 我要唱那个鬼弯 哒哒哒哒 今天晚上最好笑的一句话 我觉得 做云台的首饰 先跟大家 最后啊 最后做这个首饰 跟大家告个别 我要唱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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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 我聊一聊这个 刚才采访当中的一些关键词 那首先那个 毛小彤这样评价 苏明玉这个角色 他说他是一个世家公子 所谓世家公子呢 在中国是指的这个家族 有很高的这个声誉 然后呢 又被很多人知道 所谓世家公子呢 就是说这个 Sign of old and well-known family 后面呢 有一个演员说 我一直在看你们的电视剧 特别磕你们这对CP 那么磕CP呢 指的是 指的这个人呢 就是特别喜欢电视剧中的 这一对 或者某几对 或者是说 喜欢现实中当中的某一个夫妻 某一对夫妻啊 什么之类的 这种喜欢的就可以翻译成 I'm really into you I'm really into you CP refers to the act of pairing up the two characters in TV dramas or shaping real life couples 后面呢 就是陈晓说 这件事情呢 有些东西呢 就是讲究一个分寸 意思就是说 我们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不能太过分 也不能太退缩 这讲究一个分寸感 就是恰到好处 他说的那句话呢 就翻译成 this thing is particular about sense of propriety 这就是这件事情 讲究一个分寸感 然后这个 因为这个陈晓的 这个直播的时候 画面卡了 我们所说的中文里面的卡呢 就是指英文当中的 冻住了 也就是frozen my picture is frozen 另外一种说 这个画面卡的一种方式呢 就是说 他这个信号有延迟 也就是说 英文里面的有一个词呢 叫lagging 后面呢 有一个人 他说 我可以唱歌的时候呢 唱拐弯的那一句 所谓拐弯呢 就是说 这个音调上 有很大的一个起伏 所以说 这句话呢 我就把它给翻译成 I can't sing the lyric with fluctuating tones 就是可以唱这个 起伏的这种音调的这种歌 比较难唱的那一部分 刚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人说 就是说 我们一共七个人 你们六个只好组成三对 那呢 那我看起来呢 就比较有一些多余 所谓多余呢 就是说 你们可以配成对 我这个就是一个电灯泡 就有点类似 英文里面所说的这个 the third wheel the third wheel 以上呢 就是我对这个 关键词的一些探讨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希望大家能够指正 感谢你的收看